小丝离开后,红玉画出人形,神情凝重地走到兰望姬身边。 她知道,兰望姬不可能看着一个无辜女子这般枉死,她一定会站出来立正罗青阳的清白。 她太了解她了。 你先画回去,我送你去后山。 兰望姬不回头,背对着红玉道。 做什么? 红玉冷冷的目光定在兰望姬的背上。 兰望姬强忍着声音的颤抖道,皇上对选秀之事借地致辞,日后难免查到你。 一味躲藏不是长久之计。 所以,红玉上前一步,捏紧了身上的红霄。 兰望姬默默地转过身,嘴角牵出一个拙劣的微笑,后山的西剑是活水。 前几日我私自把她引到了府外,你先走。 红玉清喝一声,明知顾问班地道,那你呢? 我留下料理这些事。 你不要回来,等风声过去,我会去找你。 兰望姬在红玉充满微压的眼神中道, 找我?你去哪儿找我?你如何找我? 红玉双目圆瞪,已经迎上来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,透着红光,红得像两汪鲜血。 兰望姬喉咙动了动,微颤地喘了口气,你放心,我,傻子才放心。 红玉一声怒吼,红色的妖气从周身骤然迸发,辐射出强大的气场。 这是她从未展现过的状态,以至于兰望姬有那么一瞬间的陌生。 朝夕相伴近十年,她从未见到红玉有过这般的戾气。 这种时候,你赶我走,你是逼我赌你的心吗?就凭我答应过你,你就想哄骗我。 红玉声音不高,棱角分明的青年嗓音,席卷着强大的压迫感,抽打着兰望姬的心神。 你信我,兰望姬艰难地开口,我信你就见鬼了。 红玉又上前一步,夹杂着悲愤的吐息近在咫尺,几乎贴着兰望姬的鼻尖。 兰丈我告诉你,我压根就不用堵你的心,这辈子都不用。 这么多年,你想什么我会不知道? 兰望姬的后牙几乎快被咬碎了,我知道。 红玉胸口剧烈地起伏,腰抑的红光在她身上流转。 片刻,她似乎冷静了些,你想正罗姑娘清白,那就戴上我。 兰望姬脱口而出,你不能去。 红玉皱眉道,这件事我是最好的证人,我若不去,你如何洗清自己? 兰望姬又隐忍地重复了一遍,你不能去。 红玉不理会她,自说自话道,还是说你一开始就没打算洗清自己。 你去面圣就是为了为她顶罪,根本没打算活着回来。 屋内顿时充满了密度高的可疑的寂静,桌前的烛火微颤, 像是什么人临近崩溃的呼吸。 兰望姬眼眶发红,垂眸道,既有人就此事报官,定是目睹罗姑娘进过我的卧房。 红玉紧皱着眉,你知是谁? 能目睹此事的,不是外世间,就是兰家的人。 兰望姬道,红玉心下豁然,若是兰家人,那此举目的很明显, 极利用罗青阳除掉兰战,取而代之。 狗娘养的。 红玉咬牙骂了一句。 兰战促眉道,朝廷记查不到线索,我更无法确定是谁。 红玉怒道,所以你就打算舍弃自己一个,患得稀释宁人。 兰望姬不语,你仗着舒服健在,兄长安稳,只要撇干净他们,死你一个兰家不会绝,所以就觉得自己可有可无了。 是吗? 红玉捏紧了拳头道,兰望姬看着她,感觉她烈红如火的眼神在自己眼中歇斯底里地焚烧着。 你说话。 红玉瞳孔泛着叙事待发的红光,她忽然抡起胳膊一拳,砸在兰望姬身上。 然而不出所料的穿体而过,像是打在空气中。 不知沉默了多久,兰望姬忍着泪,几乎一字一字地道,你不可以有事。 红玉一下子安静下来。 记住了吗? 兰望姬又道,你为什么不想让别人发现我? 因为很珍贵,所以要藏起来。 灯影影纱窗,兰望姬的影子旁,隐隐显现出另一个更加轻瘦的身影。 兰战。 红玉身上红光流转,眼中的气压越来越低。 我想骂你。 兰望姬心里一阵顿痛,郑玉再次劝说红玉化形回去,好带她到后山逃亡。 突然,眼前红光一领,只见红玉抄起木椅像桌角猛的一砸,椅子瞬间碎得七零八落。 她迅速举起手中的木棍,一个闪身就要向兰望姬脑后砸去。 兰望姬堪堪毕过,手急眼快地抓住了红玉手中的木棍,你做什么? 红玉舍不得对她动用腰力,只能极力挣脱,把你敲晕免得你去送死。 那你呢? 兰望姬与她僵持道,你如何逃脱? 你这样出去,被人发现就是众矢之地。 双方争执不下,红玉赤足踩到地板上的椅子腿,一个亮墙,撞翻了被遗忘在墙边的旧书柜。 哗啦一声,两人焦躁的目光都被吸引了去。 书柜很旧,木材都有些腐了,暗淡无光的锁子也成了摆设,一摔即碎。 随着书柜的破碎,一幅幅画轴掉出了出来,卷的卷,开的开,像落了满地的花朵。 红玉低下头,正正地看了半晌,早就悬在眼中的泪水啪哒哒地掉了才来。 打在心就不一的画纸上,晕开深深浅浅的水渍。 兰望姬看着满地的画,呼吸一致,默默不语。 这些画,每一幅,画的都是红玉。 有人行的,也有鱼行的。 有的公笔,有的血液。 红墨妩媚,笔锁及都是美到让人窒息的线条。 画中的每一个他都笑得灵动而张狂,每一个他的身盼都画着虚晃的鱼影,映在水中的,身后铜镜中的,阳光泼洒在地上的,甚至有几幅画中的红鱼,站在花树下。 花枝在他身上剪下破碎的光影,映在红霄之上,有如水墨点染的暗闻。 蓝湛,红鱼握着木棍的手开始颤抖。 原来他早就为我画好了画像,而且画了这样许多。 他看着蓝忘机那副秘密败露的神色,突然很想亲吻他。 曾经他在无数个夜晚,须不可处地偷吻过他,可这一次,他想要实实在在地亲吻他,用一种能把对方揉进自己骨穴里的赤裂。 蓝忘机看着满地的画稿,沉吟道,本想,等你修出实体那日,再拿出来的。 红鱼看着眼前的人,再也忍不住,眼泪顿时绝地。 他眸中的蓝忘机伸出手,徒劳地接住他落下的泪水。 此时此刻,红鱼心中只恨自己,竟连一个拥抱都给不了他。 哐的一声,房门突然被撞开。 屋内的两人猛地回头,只见门外乌泱泱一众穿着蓝室校服的弟子们举着火把。 有几个直接冲进了蓝忘机的房间,其中还有蓝起人和诸位长老的身影。 兄长,为何画中之人没有影子? 阿湛忘了。 水墨作画,不画影子,这是规矩。 为何有此规矩? 规矩便是规矩。 规矩总是为了人们好的。 规矩便是规矩。 妖族异类,人人得而诸之。 四下是一片不依不饶的叫嚣,后山的草地上,夜色坍塌,树木乌青,围墙般连绵的火把将蓝忘机轻浅的同人硬的血量。 他疲惫地喘着气,眼神掠过一张张熟悉的脸,默默握紧了手中的木棍。 木棍另一端是红鱼的手,他半个身子被蓝忘机挡在身后,眸中红光暗涌,将那些长老们心里的愤慨与幽惧。 作为回敬,红于眼角一领,向他们抛去一记宣誓主权般的眼道。 那眼神追进蓝启人眼中,嚣张,妩媚,嘲讽,疏离,有恃无恐。 他气得发抖,忍无可忍对蓝忘机喝倒,忘机。 蓝忘机定在原地,望向蓝启人的目光中有一丝愧色闪过。 他哽了两久,一声舒服终是没能喊出口。 好。 好。